眼看藍白政黨協商 就一次會面沒了下文 担心藍白破局 前總統馬英九 拋出震撼蛋 侯柯沛或是柯侯沛 來跟賴蕭沛對比民調 誰能夠勝出 我們就支持誰 全民調 那馬前總統 也非常的贊成這樣看法 蕭旭曾轉達馬前總統想法 還不忘說是某藍營大老提的建議 也轉達給了黨中央和侯伴 但力挺柯文哲 恐怕是熱臉天冷屁股 民眾黨九號最新競選影片 暗藏玄機 臉書22秒畫面 毫不留情暗算馬前總統 隔不到幾個小時 柯文哲給自己台階下 臉書感謝馬英九 也感謝韓國瑜 前高雄市長韓國瑜火速發文 馬前總統希望以全民調方式 決定總統候選人組合的呼籲 個人表示高度支持與贊同 還說兩黨合則兩立 分則兩害 台灣人民承受不了 民進黨繼續執政 腐敗與妄圍 除了南英大咖 底下小記也都不會雕 紛紛跳出來力挺 但國民黨態度卻很堅持 一樣是全民調 卻採用德國式民調 政黨支持度二分之一 侯科配對賴 和科侯配對賴 支持度占二分之一 至於馬英九提的 PK賴蕭配的全民調 就是尊重馬總統的意見 就算柯文哲重申 採全民調進行整合 就恢復政黨協商 但你的民調不是我的民調 繼續在民調糾結 就怕總統大位 離藍白兩黨越來越遠 華新聞 林宏檢 陸雨昕 資訊報導 哈囉 我是張蕙琦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 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頻道